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涉及贪污洗钱 被特征组收押 成为台湾第一位被收押的卸任总统 法院后来判了他20年有期徒刑 阿扁被关了6年又40天 直到2015年的1月5日 台中监狱核准他保外就医出监 当时的法务部三令无声告诫阿扁 核准保外就医的条件是 他不能参加政治活动 但现在看起来 阿扁仍然忘情不了政治 他出来以后 成立了新勇哥物语脸书粉丝团 也出席了许多团体的募款参会 他也为儿子陈之中选举站台 还发表新书 甚至与新上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隔空唇枪舌战 屡次财保外就医的红线 台中监狱在今年的5月4日 第18次延展阿扁的保外就医 再度引发各方的争议 阿扁参加的这些活动 算不算政治活动 有没有违反保外就医的规定 这件事 似乎成了蓝绿政党的操作议题 阿扁的保外就医 应该要以什么角度来处理 行动法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阿扁事件的回顾 踏出特征主面对记者高举双手 要记者们拍下前总统被靠上手铐 这一幕开启了陈水扁 入肩服刑又保外就医的争议 当年特征主就在台北市管前路的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记者分层三班二次小时守候 那当我们拍下了陈水扁高举双手靠张手铐那一幕 真的是社会震动 虽然后来周战春法官的无保释放陈水扁 其实陈水扁最后还是受到激压 甚至是直接罚肩执行 前总统陈水扁卸任总统后 因贪污罪遭判刑20年 陈水扁在台中监狱服刑期间 申请保外就医 2015年他因为失智 拔近身试症 尿失剂既有生命危险 医疗小组评估陈水扁处于进行性神经功能退化状态 病情控制不好有致死疑虑 1月5号陈水扁以200万元保外就医 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之后 他身上的五大案全部提审 这五大案包括了服务貂费 还有洗钱案 还有二次性感 甚至是清淡公文以及未证罪 全部提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引发争议 甚至有人提出另外一个说法说 但干脆就特赦他 陈水扁一开始还遵守规定 但是随着出席场合次数增加 陈水扁每一次都会挑战底线 中间只能以个案审着 别的新闻提出警告 家人的媒体来到现状 重点绝对不是要求阿扁说什么 是要来看阿扁这支手 到底所得是争相的 其实是吃的吃不了的 到底是怎么 只有医生材了 为什么现在还很多人在说我阿扁的手 这准这是争相的 这是嫁的 拜托十秒了 你给我坚定一下 虽然正义不断 但是台中监狱还是以医疗小组认定 陈水扁并况未获改善 依旧报警缴证数核准第18次的展颜 时间从今年的5月5号到今年的8月4日 看了以上的报道 我们邀请到前民间私改会执行长 陈宇凡律师和台北市议员徐立信律师 一起讨论阿扁的案子和保外就义的争议 两位好 主持人好 先请教两位律师 就是说你们觉得扁案在司法史上 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那他的判决情况大概是怎样 因为阿扁总统其实他是在任内 被检调怀疑说有涉嫌贪污 那因为他是具有一个总统的身份 所以有豁免权 一直到他卸任元首的责任之后 这个检警 特征主宰开始侦办他的案件 那甚至后来到法院也羁押 有羁押 所以这个的确是在台湾司法史上 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份 加上他所设犯的这个罪名 以及最终大家看到媒体报道的 这个金额的庞大 所以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 那目前 执续扁他的案子还蛮多的 其实还蛮多的 他以前有些案子判决确定 有些案子还在停止审判中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还没有确定 而且是在 因为他生病的身体的因素 而停止审判的案件有这四个 包括国务基要费 国泰病适华案 教授伪证罪 还有侵占公文罪 那这个以外其实我们有看到 其他的部分都已经是定验 而且甚至是有罪的 那所以我们有看到像龙潭购地地案 然后陈敏勋这个案件 然后南港夹缘管案 然后还有这个洗钱的部分 这有点关系 然后元大并复华这一个 对这是二次经改的 对没错 其实这个就是就已经确定了 对这几件五件确定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判决 确定是20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他是积压 后来积压以后再有服刑 直接入监服刑了 OK好 那阿扁目前在法院呢 他还有四件案子是被法官裁定停止审判 那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在台北地院的一件案子 是被控侵占总统府的一个公文案 还有在台湾高等法院 他是有三件 这三件他分别是国务基要费案 那是那一部分是被控贪污的部分 那另外是二次经改 是涉及洗钱的部分 另外国务基要费案 他又衍生了一个伪证案 这三件案子是目前都是在台湾高等法院 已经是被裁定停止审判 那当时法官裁定停止审判呢 他的主要的理由是说 医疗团队啊 他出具了这个鉴定报告 认为阿扁的健康状况是不好的 那无法出庭为自己陈述辩护 当然那个阿扁那时候在狱中 他是常常传出他的这个手抖漏尿 法官因此才做了一个停止审判的 这样的一个裁定 认为他是没有办法替自己辩护嘛 但是他现在出来之后呢 就创建粉丝团啊 在脸书上开直播啊 评论政治啊 那我们就要请教两位了 那法院呢 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来裁定这个案件的停止审判 那阿扁他现在的状况 他是不是还符合这个停止审判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停止审判 基本上都必须要 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这个前提啊 那所以在我从事律师生涯16年 其实没有碰过停止审判的案例 没有碰过 对你说他如果说因为这个中风啊 那这种情形就可能很明显 可能会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情形 可是经手案例其实真的是没有碰过这样的案例 对像宇凡应该 宇凡你有碰过吗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碰过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实务上停止审判 是一个非常困难申请通过的 对所以我说在司法史上 其实阿扁创造一个司法冠军 第一名 为什么叫第一名呢 其实他其实 我觉得赖金德院长他讲错 不是韩国瑜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政治常才的人 而是阿扁才是 他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常才 而且他因为精通法律 所以你会发现有整个司法 遇到他就会遇到阿扁就转弯 大家会觉得这怎样 因为你转台湾 到目前为止有五万七千多的受刑人 有一万两千人是被判无期徒刑的 但是如果照这样标准下去 其实应该大概99%都应该出来 那我们要讲 其实他的最主要 他有很大一个政治影响力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 就是大陆上阿扁他有很多的这个群组 他有开粉丝团 对 很多的对 很深渊的人 真正神秘的是这一个 福尔摩沙自治组织 福尔摩沙自治组织 他总共有260人 这些呢你要来加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个是以前 扁友会重要的干部 在全国各地有重要的干部 所以阿扁他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呢 都会在这个群组里面 可是在这个群组里面很特殊 因为在其他群组里面我会看到勇哥 可能会看到陈水扁 可是你从来 在这个群组里面没有看到 陈水扁或者是勇哥的名字 但是呢事实上他 他有没有在群组里面 他有在群组里面 但是没有他的名字 怎么样证明 他说总统晚安 这是写给总统看的啦 所以我要讲的说 其实在他的影响力方面 其实非常的大 包括到现在 在高雄的住所 他几乎每天都有客厅会 什么叫客厅会呢 客厅会 客厅会就是说 他要20人以上的团体 工商团体或社团 可以跟他预约 要预约制 而且不是那么快马上就排进去 然后约到他的这个住家的一楼 跟他会面 跟他会面 然后跟他访 就是等于是来探视 然后跟他讲问候他的状况 然后呢 最后呢 他一定会做一个合照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有多少人去 这样络绎不绝 那么多人去 所以到后来 你如果坐高铁到左营站 如果叫系列车 你跟他讲说 我要去阿扁总统引导啦 不用讲地址 就可以帮你载到那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夸张 那当然 某种程度也可以想见 他的影响力真的非常的大 对他以前在法院开庭的时候 我都有在采访 那每一次的开庭 说老实话 他的那个后援的这个 他的这些这个贬佑会的成员 每一次必到 而且每一次法庭都是 做得满满的 爆满的情况 所以是非常真的 始终是 他的这个人气都还蛮高的 是 不过说老实话 因为我在法院都有看过 他的开庭太多了 已经无数次了 那他是说实话 是在律师这一方面的这个业务工作 我甚至觉得他是比他的律师团还更强 老实说一句话 他是因为受刑人如果来出庭 他是不能带笔的 因为怕有一些自残的一些行为 法院会在桌子上面会有准备笔 他可以马上就收到律师的这个书状 就当庭给他看 他在10分钟20分钟之内 他马上去写 写的满满的一页 这前后全部满满 其实我那时候在后面就在观察 这个人其实还蛮厉害的 就是他在讲 在法庭的陈述 虽然说他是早期的律师 但他的一些这个逻辑思考 在这个法律上面 其实是还有一定的一个程度在 非常的强 对这个也是不得不 那刚才所讲的停止审判 说老实话 过去在法院是没有 一般是没有很少有停止审判 很特殊的 因为一般如果你 譬如说你因为心脏病 或什么原因去开刀 法官他不会停止审判 他就是说那我停起延后 或者说你有什么样 精神上疾病怎么样 他就是说那你先去治疗 他不会下这样一个 停止审判的一个裁定 所以他能够 能够让法院去下停止审判的裁定 也是很难 因为他有事件 是不同的法官在审理的 所以这些法官最后一定是 看到的是医疗团队 医疗团队数据的这个鉴定报告 是有说服当时的法官 让整个案件停止审判 对对好理解 除了停止审判的问题 阿扁的保外就义也是争议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陈水扁在2015年1月5日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台中监狱依据保外医治受刑的管理条例 限制阿扁不能参与选举活动 不能参与政治活动 不能够接受媒体采访 不可参与显然与疾病无关的活动 一开始陈水扁有所顾忌 2017年5月 他参加台南格兰基金会的餐会 用预先录制好的影片 代替现场发言 感觉我今天要吃几菜饭 就要够吃饭 有年在台南还可以说话 今年不准我说话 这次台中感觉 准我招待说感谢的话 任何我无法无同意 说今天的餐会是政治活动 来死 今年要参加小时节的庆典 连着说那是公开性的非政治活动 最后不可以参加的理由是 台湾医疗不足 无论人照顾我的健康 实在有够合情 请问我们的政府感觉让我说话 就会赌 陈水扁2018年3月参加儿子 陈水扁2018年3月参加儿子 满到高雄 接接着台南立委补选 阿扁详体民进党的候选人郭国文 反映候选人谢龙建一状告上法院 我们台湾是民主的选举 所以任何一个台湾人都有权力表达自己支持的意见 包括我的父亲在内 这也是言论的自由 所以今天尤其台南又是我们的故乡 所以说我们去表达说 我们这次对一位候选人 这样子会去触犯到哪一条法律 陈水扁一次一次采红线发言的获利也是越发猛烈 开始有人质疑是不是病好了 陈水扁自拍影片博士 在台北影众到台中影众到尊卖的高雄中间 每一次所开的尊断证明书 当中有删到压面的所斗证 这是不可逆的 不可能好的 加油啊 也不好 陈水扁说 手抖的问题可能好吃要也没用 不过随着2020总统大选逼近 陈水扁的政治评论也越发犀利 陈水扁申请出席外界参会 或是座谈会的次数增加 中间是不是都会同意引发关注 看了以上的报道 我们来请教两位律师 一般来说在监狱保外就义并不常见 除非是得到绝症或是快死的时候 申请保外就义才有可能核准 那请教一下陈律师和徐律师 按照法律保外就义它的条件和申请程序 到底是怎么样 保外就义的话 其实规定在监狱刑刑法第58条 那它能不能获准保外就义有几个条件 那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说受刑人他有罹患疾病 对 那最重要是说 如果有医生诊断认为说 不能为适当的医治的话 是可以报请矫正署来核准保外就义 那其实从文字 那这有一句 这个重点是经过医师诊断 不能为适当之医治 必须要再监 在监狱当中经过医师诊断 不能为适当的医治 也就是监所医师无法去医治了 对 那其实像适当于否 它其实就是留了一个空间 去做判断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像阿扁总统 他符合这个法条的文字 就是他那时候 以他漏尿收抖 或是说他其实 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他可能在这个监所 已经没有办法获得适当的医疗 而能够获准保外就义 我们这样看起来 他似乎没有违反这个法条的规定 就条纹的文字 但是其实内行人知道 真正在实务上要能够申请保外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我们其实手边 之前在司改会的时候 有很多从监所申诉的案例 是他们都已经罹患到重症 能够申请到保外的可能是癌末 或是说甚至有人是紧急送医 然后心跳停止 急救后 赶快让他可以申请保外救医 是这么严重的状况 如果罹患癌症 也不见得能够 也不见得 可能就是最后的 你的心脏落到手术 或者是糖尿病截肢 都未必可以 那所以就是说 所以才会大家会觉得说 阿扁总统的案例 他符合法条规定 但是是一个符合规定的特例 因为事务上不是这样在操作 那当然就会引发很多人在质疑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标准 没有适用到一般所有的人 一般受刑人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在监所当中 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医生愿不愿意开 对 我们只能说 对 比如说一般民众 他最常接触就是 医生要开这样一个诊断证明 医生愿不愿意开 我们一般民众去找医生 他可能甚至于说 你很简单的车祸 要他写一个 要休养多久 他可能都不愿意写 但是在这个案子 你会发现 最重要是医生 是站在阿扁这边 那至于说 甚至经过日本认证 那个我们就不讲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个案中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 你的保外就义的条件 你说不能够上台 他给你开一个粉丝团 不能够公开讲话 他用个FB直播 不能够接受采访 他给你讲话深淒淒 到处去 可以去讲论 整个台湾的政局 而且他是引导台湾政局 是最重要的人物 你会发现在 尤其现在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在党内总统初选的时候 他每一讲一句话 都是新闻的爆点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真的 他真的是政治 法律的奇才 对 但是我想也要回到一个 比较一般现在 大家在讨论的 因为在监所受刑 我们现在台湾的监所 还有六万两千多名的 一个受刑人在一间执行 那在监所受刑人来说 他们会觉得是说 我在里面受刑 我生病了 可是我却不能申请保外就医 这是会有一个 不公平的一个心态存在 那当然是法律 既然是存在那里 是不是应该要公平的一个 来大家共同来使用 并不是我特定的一个人 那当然我们要回到一个监所的问题 监所他是医疗设备不足 那如果是说在里面 你实在无法去医治的话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 怎么样的 适当的是给他一个 一个程度的上面的 比如说借户就医之外 是不是达到一个保坏就医的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给他能够去治疗他的一个身体 曾经我有碰过就是上个月 有民众他来找我 他先生就是因为 才刚做完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开刀 他进去之后 其实里面状况并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符合 保外就医的条件 那你说里面有没有提供 有啊医生会固定会去跟他看诊 可是问题是他医疗环境就是这么差 他不会再去关怀其他的一些层次的问题 你如果说你是在保外就医 或是介乎治疗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直接的 除了他可能这个癌症开刀的后期 所产生的后遗症 或者是说他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去追踪之外 监狱的他立场就变成说 你只要反正人不会死 就没有关系 就会造成我们认为说 对于人道的立场来讲 是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 那关于现在目前的受血人在监索 他们如果生病的话 他们可以得到医疗方式有哪一些吗 大概就是门诊 然后介护外医 就是在监索的介护人员的陪同下去就医 这时候我们其实 他就是要监索要出人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像例如最简单就是 假设你盲肠炎 你去做手术 但是他你最后还是会被靠在病床上 那就是介护的情况下 然后另外一个 介护就医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保外就医 我们所比较常听到的保外就医 就受刑人他拒保 他脚保证金之后 那这经过格准保外就医 他再出去 那如同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困难 对对 保外就医是非常困难 那我要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监索其实除了医疗以外 有很多应该要做 例如你基本上的卫生 你只要卫生做得好 其实很多传染病是不会爆发的 或说皮肤上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其实是根本的 最基本的一个人性尊严上的生活条件的卫生 你做好的话可以防免后面很多医疗 他那皮肤病传染得很快 比如剃头啊什么 就共用一把剃头刀是等等 我也听过寿闲有说 就是在里面伸这个伸疮 到处一天到处伸疮 可是如果他说在监索里面去看医生的话 他们有因为现在有健保 监索寿闲闲一下身上如果健保 对那会有这个医生来这个 这个监索里面去帮他们看病 可是所有不管你得了任何的皮肤病 他跟一样的一种药 对那你只要牙齿痛 全部给你拔 这个当然不晓得有没有这么夸张 不过是有寿闲人是跟我这么这样形容了 所以这个监索的这个医疗的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这间接应该要 这也难怪说寿闲人他们会觉得 他们在监索里面的医疗上面 无法去得到一些获得满足 那对于这个扁案这样子 可以保卖救疫出去 当然难免心理上面会有一些 比较不能够接受 所以在大辽监狱事件 这六个兽闲人也就提到这个事情了 这要扁可以保外救疫 为什么我们不行 对为什么我们不行 就让人家觉得有特点 对所以这都是一层一层的问题 对那我也要再回到 那阿扁他目前既然保外救疫出来了 那他现在看起来还到处爬爬走 他现在符合保外救疫的这个条件吗 我是跟要求不能从事医疗以外的活动 结果全部的活动都是跟医疗无关的 这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照这个法外的这个就业条件 根本就是政治性特权式的待遇 所以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 司法有八成以上民众难以信任 我觉得这是一致 信赖度 对不断的对我们司法 一个信赖度的一个削减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说 这个还在继续严 这个保外救疫真的是太不应该 对 对好那最后我们要讨论一下 赦免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吵 要不要特赦陈水扁 那当然按照宪法的规定 总统是有赦免的一个权利 那阿扁他目前的状况是 有些案子判决定业了 那有些案子还没有判决确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总统可以特赦陈水扁吗 这个只有司法确定的案件 才能够去谈论赦不赦免 因为赦免其实是元首 就是这个国家最高元首的行政权 他去可能会去改变一个 司法定验的决定 所以没有确定的司法案件 其实基本上不用去讨论 因为我认为那个是绝对不可以 对这是赦免法的规定 那这个至于说已经确定定验 有罪的案件 那总统他要不要行使这个特赦 或是赦免所谓赦免的这个行政权 我觉得几个要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之前知道一个冤案叫苏炳坤案 他曾经特赦 那这个人如果他是真实冤枉的话 他有可能 他是可以考虑 再来就是这个司法案件 是不是程序上有重大的瑕疵 那我觉得这个也考虑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像我们看到刚才徐律师有提到 南韩的前例就是前任元首 那也是贪污的案件 因为有考量说 他为了一些整个 我们台湾社会的和谐 一些政治上 就是这个大家的和谐的 这样子的考量 去来思考说 总统要不要做特赦这样子的决定 我觉得这几个是 可以去考虑的 对我认为说 那徐律师我同时要请教 你所接触到的选民 那如果特赦陈水扁 会不会引发另外一场政治风暴 但是我觉得 这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 那我认为说 事实上应该是 立即止血就是给他特赦 为什么特赦 针对已经确定案件 对国家前元首 直接进行特赦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太有政治影响力 比如我们讲南韩的 拳斗范 或者是之前的那些贪污的 这些前总统 他们做特赦 他们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不可以再从事政治的活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他的 影响力实在真的太大 而且呢 如果以现在这种状况 一直保外一直延 事实上大家是 对于这个司法信任度 是急剧的降低 那倒不如就是直接宣布他的特赦 为什么在两党 比如说现在民进党就推给国民党 说因为你保外救护是从国民党时代 1990代开始 那国民党就说 那你现在也可以特赦 你为什么不特赦 他反而是不是民进党 故意用这个方式呢 让阿扁一直在轰 因为国民党是不是党政不分 然后控制法院等等 用这种超家灭族的方式去对待阿扁 然后继续挑逗这个司法不公 然后政治介入司法这样的一个说辞 所以到最后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直接特赦 那所以为什么我会认为说 如果国民党都不行的话 其实我支持柯文哲来选总统 因为他直接呢 宣布特赦就好了 对 那有没有要补充 我觉得这个终究 我觉得这考验着总统的智慧 因为的确 这个事情你特赦下去 当然就会反对的意见铺天盖地 那你没有特赦的话 的确现存的问题也都会浮现 那如果说当然我们的总统 现任的总统 他即将要也要面临大选 那这个的确在选举过程中 又会被放大更大来看 来看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这要考验着我们总统的智慧 对 好谢谢两位 谢谢 要不要特赦阿扁 对于总统蔡英文来说 确实是个难题 尤其明年就要总统大选 特赦这不险期 蔡英文势必要考量到 政治版图的缩减和引发的效应 眼前蔡英文只能维持现状 让阿扁继续保外就议中 但保外就议的核准 又会引发争议 坚索受刑人抱怨法律 只规范一般人 不管大人物 导致司法成为笑柄 虽然阿扁的特赦 与保外就议问题 已经是政治问题 但在民主体制之下 政治归政治 司法归司法 不应该有模糊的空间 要不要保外就议 还是应该要回归法律层面 实质的审理认定 当然 要不要特赦 也是回归宪法 由总统行使权利来决定 谢谢您收看行动法庭 我是苏卫荣 我们下次见 请订阅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